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有一些就很疲惫吧这个状态 所以今天是她的生日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 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希望她能够完全的放松 尽情的享受 获得一个最难忘 最最惬意的一个 不要让我们的期待太高了 对没有那么好 我们的期待是很高的 大家的期待也是很高的 你的期待也不要太高 大家的期待也不要太高 我们就平常心对待 好吧 平常心对待每天 等一会儿的阿猴好像要下来接用了 难道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吧 只是中午一起吃个饭 难道还准备了什么惊喜 应该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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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能看到我的倒影 生日快乐 要不满意的请一下 我现在就要开这礼物了吗 还是 你可以先把它捧起来感受一下 今天有两局 两趴 你有没有觉得压力已经很大了 哎 好可爱 哇塞 哇塞 哇 哇 我的妈嘞 我的天呐 输了输了 怎么办 我要哭了一样 哇 这是我们一个月的回忆 是的 哇 好感人啊 我今天下午得紧急再去做一些措施 你已经哭了是吗 想到我 你这刚用世界各国的语言 没打开就知道了 不好意思 看得懂日语 对 我不小心读懂了这句日语 你也想天才 你也念 哈哈 可以念 可以念啊 可以念你不是认识吗 哎 赶快这趴就过学了吧 这个是用世界各国的语言 我们的生日快乐 超棒 你也看哪国 你到哪国能念啊 德国 法国 我哪国也念不了啊 意大利 我不要 我不要 来自全世界的祝福送给我 哈哈 哈哈哈 这是哪个 这是国 德国吗 我 我现在紧张的抑制不住的一只大哥 小莫 小莫 你 你就用力过猛了啊 我告诉你 哈哈哈 你穿的衣服 跟这个礼物的颜色也很相配 付马大送的钱 是一本书吧 那如果送你这样的一本书 就太不了解你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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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日真棒 哇 哇 了解我 真的很了解我 这个东西我是 我是一定会自己买的 哦 我拍的最新的BR配件 第二弹 他们知道我现在没有地方放 只能放在他们家 哈哈哈 怎么样 初步已经被生日的气氛浓烈的包围了 是啊 但是这不是你做的 是 是 我没说是我制造的气氛 吃完饭 突然Roy要离场了 啊 实在是没办法 本来今天想要下午跟大家在一起玩的 但是 有一点那个紧急的工作 好 让我们一会去 下一个环节是一个 下午茶 啊 嗯 嗯 好吃 悠闲的下午茶 不知道Roy这个时候正在干什么呢 OK 所以我现在独自上路了 然后刚刚跟苏说下午有一些 紧急的公事要办 其实是骗他的 不过我想他肯定早就已经猜出来了 之前买的那些生日礼物 还有生日的一些装饰 不能寄到家里嘛 然后所以我就把它寄到了我弟那里去 然后现在我去跟他把这些东西拿了 再到晚上办party的朋友家里去做一些 提前的布置跟准备 谢谢谢谢辛苦了 好 谢谢辛苦了 嗯 总之现在我已经到了 今天晚上要办party的朋友家 然后 然后我刚刚正好蛋糕也送到了 然后我买的一些 用于礼物的一些准备 在这里 哒哒哒哒 你们俩先要坐在我这边 我感觉可以给你们涩点是吗 来吧 来吧 看看我最近的财运 我看看你的财运是很多花钱 哈哈哈 这恐怕不是要靠的手 哈哈哈 哇 哇 就这样就可以放大缩小 我们现在已经欢快乐度过一整个下午 不知道怀恶在这个下午干了什么 没有任何的消息 我今天突然发现 我很少有这种自己什么都不用管的时候 因为一般都是我给别人准备惊喜 算了也不要这么说了 万一等一下没有惊喜了 好 现在我们已经一切就位 刚刚的过程大家就不用多看了 然后听说现在他们正在上楼 我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我现在就在门口 哥就为了等待 这好可爱 这是你今天的两个嘉宾宠妇 这好 这好 有点困难 好了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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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谢谢 我是我的大学的同学和好朋友 对 我们其实以前在就是从大学开始到现在 每年大家都是会尽量的争取 然后一起来过生日 然后也抓住这个聚会的机会吧 那就进入礼物的环节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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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趟博尔嘉的车是吗 好 你可以打开吗 可以打开 但是请先把它放置在这里 买糖 什么买糖 这个很难找的好吗 这个是一个绝版的一个盒子 稍等一下我要去房间再叫一个人出来 啊 为什么博尔嘉的车 来了 大家好 我是快乐小丑 好好笑 妈还想拥有 谢谢 谢谢 这次的生日礼物呢 哈哈 就由是由我的好朋友 若宇委托我来主持这场生日晚会 在这个小盒子里面 有很多的玄机 四个生日礼物 哇 但是呢 要先经过 跟我的一个挑战 哇 就是一个骰子 哈哈 如果你能骰出比我爸的点数 你就可以打开一个礼物 如果一样算提了 哈哈 这样可以加快一点进度 因为要换手 也很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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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比你大好还是什么 一样一样或大 他比我大或跟我一样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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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心有灵犀 这是你折的吗 这是我折的 这个盒子里面有四只纸燕子 每只燕子打 这不是Roy折的吗 什么 这不是Roy折的吗 这是Roy折的 刚才这一段掐掉 掐掉啊 这个盒子里面有 Roy静心折的四只纸燕子 现在请你打开第一只 2019生日礼物 成双成队 让我们请出第一位生日礼物 哇 哦 哇 小丑先生真的好辛苦啊 来来来 猜一下 成双成队 猜吧 哈哈 你觉得我能猜出来吗 我觉得你猜不出来 猜出来下一个礼物 不用挑战 直接猜 好 你先猜再说吧 开礼物的手变得粗暴了起来 哈哈 我先 我 开 这个 哈哈 这个是我在日本就想要的 穿和服的博尔加娃娃 没有买到在日本 其实这个就够了 Roy干的不错 让我们给Roy一边掌声 好 掌声 直接拿第二样礼物吧 直接拿 那我随便拆一个吧 来 给我请你按顺序拆 苏的2019生日礼物可可爱爱 好老鸭的背包 哇 好可爱呀 可可爱爱 这个是今年上海迪士尼刚刚推出的 非常流行的 好老鸭PP背包 这很可爱 对 在这里可以装你的手机 而且你不用拿出来就可以进行操红 哦 新的礼物 新的礼物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哈哈 好 我们下一次 这一次我会写出个6 写出个6 1 2019生日礼物 好于硬币 嘴亮嘴亮 在面前闭上你的眼睛 张开你的右手 闭眼吗 闭眼 闭眼 我闭上你的右手 好好好 好 告诉我你摸到了什么 硬币 下面请你摸着这枚硬币 在心里 慢慢地摸数10个数 好 请重看你的眼睛 哈哈哈哈 哇塞 好点 哇塞 哇塞 哇 哇 哇 这个可以 哇塞 这是一个真的扭蛋器啊 这是一个真的扭蛋器 给它一些绚丽的特写 哇塞 祝生日限定 消失的玩具 是我的消失的玩具吗 是在市面上消失的玩具 绝版扭蛋 重现江湖 这个礼物也太棒了吧 这个礼物一个就够了吧 这个礼物 有10个 哇哈哈 哇 这就是你的扭蛋器 里面都是什么 这都是扭蛋 就是 绝版扭蛋 我来说明一下 这里面的扭蛋 洛宜先生告诉我 是他专门从不同的地方买来凑成的一套 是一个已经在市面上找不到的玩具 然后另外配进了这一套扭蛋器里面 好解说结束 哇 哇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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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一个 求婚的博尔加 有 有 这个大牌 这个大牌 应该是这样出的 你咱们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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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屋里没有空调吗 做好了吗 做好了 我相信最后一次你一定能赢 为我们的小丑先生夹加油 弹幕走起来 我就甩着他 加油 甩着大一点 这次我完全随机 好轻转 好轻转 四 最后一支 2019生日礼物 甜蜜幸福 好可爱 哇 是一支羊哦 祝你生日快乐 哇 谢谢 你开心就好 不要不要 没有这么会停 不用转到两个人的画面 我今天下午嘛 确实是一度 这个起火的东西 因为感觉要弄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这个扭蛋或是 就是708路 一个一个往里包 然后一个一个往里塞 然后按过这个封面 然后今天下午就去打印 然后就是 很多东西 但是 最后一切基本上 可以在我们的 如果计划的环境 10秒 10秒倒数 10秒倒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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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们是若也和苏 一对边旅行边唱歌 边拍视频 边讲故事的神雕侠侣 关注我们 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 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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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